去年爆發了新冠狀病毒 那時候上半年的疫情是非常的嚴重的 然後就是人心惶惶 然後就是很生怕被感染 那因為我本身的工作是屬於業務性質 那我每一天都要接觸人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 然後我的客戶就降低跟我們碰面的一個機率 所以導致說很多時間沒有辦法接觸到客戶 那有很多客戶是在這個時間點是修五星家的 所以導致我的工作也因此受到影響 就是我每天都尋求神 我跟神禱告 然後求祂為我的工作開路這樣子 然後我也請我的小組家人 幫助我在我的工作領域上面 為我的工作禱告 那有一次在QT的時候 就是神告訴我 就是孩子你要是一一奉獻 當時我的收入是減少的 但是我的支出是不變的 所以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然後對未來真的是很多的不確定的因素 而修哥說 我們所擁有的都是神給我們的 然後我們只是一個管家的一個身份 然後我們不能侍奉神又侍奉媽們 然後他常常講的一句就是 神不會給輸你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因為這些的話就是一直不斷地在我的腦袋裡面 一直盤旋 所以我在就是我很匱乏的時候 我依然選擇死亡風險 大概禱告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然後就很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客戶是主動來找我的 然後就是一個接一個 然後讓我感受到就是我知道這是神的祝福 然後神的動工 對然後他在這件事情讓我體驗到就是 在這樣的一個祝福裡面 我享受到就是在我的工作裡面是親神的 還有就是神也很知道我在生活上的一個需要 那我在就是因為我有個包包是平常在帶的包包 那個包包的膠條已經那個已經脫落了 可是在這個時間點其實我很捨不得再去買一個包包 我的朋友就給了我三個名牌包包 而且是名牌包包是大中小三個包包 我會知道這是神所賞賜給我的 真的是讓我真的是又驚又喜 當你願意給出去的時候 你得到是最多的 然後當你把見證分享出去的時候 見證會去父子見證 然後在我們小組裡面就一起分享 這個十一奉獻的一個見證 然後每一個人都能夠享受在 十一奉獻的一個豐盛的祝福 非常感謝神在我工作陷入低潮的時候 讓我體驗到十一奉獻 豐盛的一個祝福的一個恩典 還有就是順福就能蒙福的一個恩典 把一切的榮耀都歸給神 祝福的一場 有一部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